7月12日职场爱情电影《早见晚爱》在京举办发布会 出品人白宇写周一鸣 童瑶等主创亮相现场为影片造势 片中周一鸣秘改网日柔情路线 饰演了一位为事业不需放弃心情爱情的赴黑男 这似乎与生活中的仔仔在观众眼里的忧郁小声形象相差甚远 这么久以来我就是比较讨厌我演的那个角色的类型 所以我既然讨厌那代表我跟他角色应该是有蛮大的落差 而谈及一线生活中会怎样衡量感情与事业 一向感情比较低调的周一鸣显得十分腼腆 探言自己不会像片中的角色一样为了事业而放弃爱情 我肯定是不会 不会为了现实去放弃掉自己的爱情这一块 但我也不希望人活的都像顾宾那样子 每个东西好像都一定要理得这么清楚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比如说感情跟事业 其实它本身是可以相互相成的 片中的被新婚就爱疯狂争抢的周一鸣 问及生活中是否也有被美女主动投怀送抱的经历是 周一鸣吐槽表示自己是宅男所以没有机会 因为我的生活模式是我比较封闭的 我平时我在想我不出门了 我不会去跟比较多的人际交际的地方去跟大家互动 所以也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类型的人 如今以熟男路线示人的周一鸣相较花美男时期 人气显然不如从前 而曾与其在匹极英雄中合作的赵又廷 却以偶像新人姿态与人气飙升 这也引来不少网友拿来做一番比较 其实不失落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应该要有一些人才出来 不能老是我们之前打下的一些伤伤 然后需要有人来去再去推广 说真的每次记得朋友问我问我这些问题 我都很纳闷 就是有一些八卦是到底是怎么样出来的 然后我自己其实每次很不在意 但后来问一问就问了我 绝对我也觉得好像很在意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样子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小事情啊 真的不要看太重 那网络的留言也千万不要去太去相信